春节期间,冯绍峰带着女友妮妮回上海老家过年,另两人今年好事将近的猜测更加靠谱。 假期结束,冯绍峰回到北京,又调回了一个当红明星的正常作席。 日前某晚,记者在帝都某号花商圈扫街时发现了熟悉的身影, 戴着潮款口罩,裹着黑色羽绒服的冯绍,与一位年约三十多岁,貌似导演的戴眼镜男子,一同从某餐厅出来。 冯绍峰亲热地搂着男子后背,亲自驾驶奔驰,带该男子来到一家KTV夜店进行下半场。 话说,冯绍的狼图腾在遭罪八个月后终于拍完,现今也到了洽谈新戏的时候,公酬交错间就能搞定不少事呢。 这位是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。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,我是孙丽。